请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给我看看那个 师傅 来尝尝我们的哈密瓜吧 有香有甜的哈密瓜 学伙 快去 尝尝 好家伙 起哈密瓜嘛 要是别人了 别人了 帮忙 快放开人家 你们这都撒你们了 不好意思啊 徐虎 快让大家散开 孙爸爸就等着之前救命了 这挂奈不出去 我们跟孙爸爸就没了 不是 同志 也不知道你们遇上什么困难 帮不上什么忙 不不不 这个我们不能要 他们说的孙爸爸 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小学老师 他得了重病 急需要钱医治 孩子们不懂事 那个钱我们真的不能要 同志 您这些瓜 我们多少钱 这 这位同志 我是巴里昆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 我姓吴 这批瓜呢 是我们镇的集体产业 说实话 本来是有人要来收购的 可是收货商说变瓜就变瓜 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在这里摆他卖瓜 如果你真的想要 再等半个月 那会儿的瓜呀 最甜 孙爸爸已经等不了半个月了 这样 同志 你这儿有多少瓜 我要多少 不是 长安 干吗呢 长安 你闹子翻山糊涂的 从哪儿弄那么多钱去 我这儿的确没多少钱 哥儿几个 你没有多少钱能借我吗 等这瓜卖了我烧没份完 我这儿的确没多少钱 哥儿几个 你没有多少钱能借我吗 等这瓜卖了我烧没份完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当雷锋 我当落后分子的 都拿着 您看 这些钱我能买多少 就买多少 谢谢你们 问几个 搬个忙 把这瓜都搬车上去 我跟老马就不跟你们 一块儿回去了 得把这瓜卖了 在绘花里 来 动手 帮忙 孩子们 来 慢点 来 慢点 慢点 来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一切都是小 一无所有 房房 这一到出来 我要真让你一无所有吗 你小子 自打一上车 你的嘴巴丢里了 你老是跟在后面了 嗯 说吧 你这猴经的脑子 又盘算什么呢 果然呀 什么都逃不过你老马的眼睛 啊 我是这么想 比其咱们只赚个小小的运输费 不如 咱自己买货卖货 反正都是跑这一趟 咱自个儿当个岛街 说不定能赚好几倍的价钱 那不行 那进货不得自己垫钱啊 要是卖不了 全打水漂了 所以啊 我告诉你 咱们这一车瓜 就是老天爷给咱的机会 这哈米瓜在大城市 那可是锦绍货 绝对卖得火爆 要是能一抢而空 以后你爱长安指哪儿我打哪儿 全听你的 亲子一言 司马南锥 得嘞 汽车兵爱长安统治 到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汽车兵爱长安 报告马上投射 下一站 出发西安 坐好啦 我将今晚都不休 你还是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小我 一无所有 我带着你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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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啊 新生的哈米瓜 不许不要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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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别的去哪儿 分手层层 新疆满风 好 要最大仇兵 主体大将家 什么样啊 万保险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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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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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长安 这青瓜蛋子到你手里 还真成了香菠菠了 那什么 我告诉你 物以西为贵 这哈米瓜 在新疆到处都是 但是咱得闪心 有几个人见过 好 这么一倒买倒卖 咱净赚五百 不比单跑的运输费强 你这胡脑子 确实精苦 你可说了啊 以后我爱上去哪儿 你就跟着我去哪儿 是啊 岑神爷 以后你让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走 二位 来 来 你好 不好意思啊 今儿这瓜卖完了 我不买瓜 陕西向东报友商公司 顾向东 是我 是我 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实不相瞒 我刚在一边观察二位很久 咱们这个车出来跑丹邦 有段时间了 用重卡拉货少见 但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二位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怎么合作 我这儿有优质的货员 你们有车 咱们可以把外地的紧窍货 拉到陕西来买 利润分成怎么样 为啥找我呀 因为你们有头脑有手段 敢问 能有几个人能想到 要把新疆的哈密瓜 拉到陕西来买 又有几个人能有魄力 敢不要钱地给顾客吃 不填哈包退 在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商业奇才的可能性 如果跟我合作 那就是如虎添翼 咱们一起赚它个喷马泊马 怎么样 你要是这么有诚意 找我们哥儿俩合作 对啊 你带我们去你公司看看 都这个点 你们俩肯定饿了 师师 我请二位吃饭 详细地咱们在饭桌上细聊 行了 行了 改天再聊吧 我们还有货要拉呢 走 不是 我这儿真的有很多货源 这两年我跑遍了全国 我摸清了很多的紧窍户 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找到一个 合适的车队合作 我刚刚保证啊 如果你们跟我合作 咱们不出一年一定转翻天 你要是不信 你看 我这儿上面寄的可 全都是货源的电话 你看 全是电话 你看 全是货源 行了 哥们 你明天我收下来 以后有机会合作的话 我一定找你 有机会啊 走了啊 让我二选一 那吴的回答是 不会 就像你们二位 离开了华企 选择了威曼 看来 吴总对我们过去的经历 非常了解 但就这一点 我们应该向您学习 你们威曼这么大的国际品牌 进驻深圳市场 其他的车厂都虎视眈眈的盯着 还需要我去做调查吗 我也只不过 是听一个做卡车销售的朋友 随口说了那么一嘴 两位别误会 对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向两位打听一个人 您说 滑稽的一个司机 您好 请问你找谁 我们找吴总 吴总 有预约吗 什么 预约 没预约呀 没预约欠不了吴总 请 不是不是 那个 兄弟 麻烦您打个电话给吴总 就说滑稽的朋友来找他 你们要见吴总 一没预约 二又没他电话 怎么可能是他的朋友呀 别在这儿烦我了 赶紧走吧 别别别别 行行行行行 我们真是吴总的朋友 这大老远坐火车 从大西北来的 挺不容易的 您帮忙通知一事吧 麻烦您啊 喂 开出所吗 我这儿有两个人 估计是没三证 你带三证了吗 好好好 行 好嘞 行行行行 好 好 好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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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您是吴总啊 你好 吴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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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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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您半天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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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契来的 华契的 就是那个陕西华藤汽车 制造厂的 对 早晚什么事啊 听说贵公司 准备要买一批卡车 这都听谁说的呀 听您那司机小周说的呀 而且他还说 当年在您最困难的时候 是一位华契人 把您从这火坑里 给拉出来的 你们这些骗子 编故事也编真一点 嗯 我给你们说吧 一 我不买汽车 第二 我们公司 就没有叫小周的司机 第三 我和这个快破产的华契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大温 这 你说谁快破产呢 我告诉你们啊 派出所马上就要到了 要是再赖着不走 就等着被抓吧 以后说话注意点 走 哪有天上吊链饼的好事 你那个叫小周的朋友 看来真的是个骗子 是不是骗子 等找到车再说吧 我只能说 你们公司代理的卡车 我会重点关注 一会儿啊 我还有个会 就不送了 那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了 来 吴总 你们汉海的安保得注意了 最近深圳街头的骗子可多了 我刚一上大厦的时候 就跑来个骗子 说是滑气的 当年呢 就是一个滑气人 把我从火坑里拉出去的 滑气 你确定吗 嗯 找到了 就是他 周德俊 他没骗我 那吴总怎么说 他没有司机叫小周 你们是谁 怎么在我的车里 您千万别误会啊 我们不是偷车的 我们小周是朋友 那这钥匙是他给我的 来帮他拿东西的 你是从华西来的 去过哈密 去过呀 您怎么知道的 买过一车哈密瓜 我是巴里坤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 我姓吴 您是当时卖哈密瓜的姐姐吧 是我 这我不是没认出来 你还说五年没见了 你真没认出来 吴志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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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比你们大 叫我吴姐吧 你们认识啊 认识 当年我跑车的时候 在哈密认识的 您姓吴啊 您才是这汉海集团的吴总吧 这才是吴总的 你是我的恩人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挺惨愧的 不不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叫艾长安 这位是我华西的同事 叫杨薇薇 你好 吴姐 你好 长安 你怎么会认识小周啊 她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没听她说认识华西的人啊 你说这不巧了吗 我们两个都因为没带着三证 被抓去派出所了 就这么机缘巧合下认识了 吴姐 您能帮我个忙吗 嗯 你说 就是 小周出来啊 您别开除她 这样吧 我不去开会了 你去帮小周接出来 好 吴总 走 去我办公室聊聊 走走走 走 一 二 三 不好意思 三证 三证 好 来 来 行吗 可以 可以 艾长安跟杨薇薇 居然出现在汉海集团 看来 华旗也准备开发南方市场 华旗司机在哈密 哈密 徐迟 吴总的安任是艾长安 看来不久之后 咱们跟华旗 要在同一个战场上进行厮杀了 只可惜近几年 华旗一直在走下坡路 早已是千疮百孔 不堪一击 现在想想 有点不太人心 现在的华旗 我们未必真的了解 来 试一下合不合适 五姐 您的钥匙 我今天啊 还托人在打听你的消息 没想到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当年一个举手之劳 让五姐积这么多年 是我的荣幸 当时您能拿出身上所有的钱 来帮我们渡过难关 怎么能算是举手之劳呢 长安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如果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帮 五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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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汉海集团 是不是要给车队换一批新车呀 对不起 这个忙 我帮不了 汉海集团 毕竟不是我个人所有 我还得对其他的股东负责 而且集团的大宗物品采购 都是需要进行招商的 卡车也不例外 如果你们想卖车 就来参加招标吧 长安 公司分明是我的做事原则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不会不会 怎么会怪您呢 这公事公事四十四 不能破坏了您的原则 不过 我们这一趟也不想白来 五姐 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在深圳 我们华气 到底有没有发展空间 这次你们到广东 还去了别的地方吗 没有 这几个月啊 我一直在跑 我发现已经不是 深圳一个地方繁华了 整个南方都活了起来 当然 发展最迅猛的呀 还是特区 我敢断言 在接下来的几年 南方市场对卡车的需求量 会非常地旺盛 据我所知 深圳有一部分不缺钱的大国企 是直接购买进口的新车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和车队 是选择进口的旧车 比如说像我们汉海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进口的车 比国产的车贵 但是公司仍然愿意选择 进口的车吗 因为进口的车 故障率低 运输效率高 使用寿命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卡车的总拥有成本 比它的价格更重要 也就是说 价格不是关键 质量才是关键 也不完全对 如果你们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 找到一个平衡点 价廉物美 我相信有更多的公司 会选择你们的卡车 包括汉海 好点了吗 好点了 好点了 威曼的车 我没有办法让给你几台 但是 我可以给你一百台滑气的卡车 你要卖滑气的车 对 吴总是这么考虑的 在请你来之前 我跟艾长安已经仔细地了解过了情况 他呢是我多年前 还在新疆的时候就认识的老朋友 这几年也一直在打交道 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手信用的生意人 所以我们就直奔主题 接下来我会做华气广东省的总代理 我们汉海有一家新注册的七帽公司 会先跟华气签一个购车合同 等下个月车到手 优先供应给你们潮汕车队 你们来看车试车 满意了再跟我们签合同 直接从我的手上拿车 如果后续卡车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你就找汉海的七帽就行 我负责给你修好 然后我再去跟华气结算 没错 这些呢我都已经跟吴总谈好了 这些您都放心 绝对没问题 吴总 没想到你会出手 你们汉海啊是家大业大 做事有规矩 我肯定是一百个放心 那请问价格呢 价格是这样 贾队长 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 我们华气呢有优惠 三十五万一台 吴总这边会加上百分之十 最后也就是三十八万 吴一台给到你 贾队长 这多出来的十个点 买的是万无一失 掏得不原呀 再说了 市场价可是四十二万呢 怎么了 贾队长 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这个车队啊 就是一个联合体 潮汕人很看重宗族关系 大家都是捆绑在一起赚钱 我这个队长啊 也不过是大家推举出来 打杂的而已 掏钱买车那都是个人 我说了不算 要不然我真想甩掉吴总 在你这儿直接订货 谢谢 谢谢 吴总 我 我只说一句 三十七万 我们就成交 潮汕人做生意的精明 那可是远近闻名 想从你们身上赚点钱 难哪 贾队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